与喜乐中度过 主啊 向你谢上感谢 虽然我们跟美国有一点点的时差 主啊 我们这里已经是晚上了 将近十点钟 那老师还是刚刚醒来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求你来帮助我们老师能够 主啊 把时间调整到正常的 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 主啊 在晚上不困倦 主啊 能够认真听到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感谢 我们每个晚上 主啊 我们都觉得很宝贵 主啊 因为主你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灵俩 主啊 是我们真的说 路上的光 脚上的灯 我们向你谢上感谢 谢谢你爱 谢谢恩典 主啊 我们依然为世界各个事情 都要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地震 带来那么多的灾难 主啊 我们都说 真的是七个教会 说 土耳其中间也是一个教会 主啊 我们向你养啊 院内里的百姓都能够得到平安 脱离了危险 主啊 受伤的 主啊 你来抑制着他 主啊 不幸的 主啊 就求你 主啊 来主啊 安慰那些他们的家属 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主啊 我们为他们要来祈祷 愿那边的政府 愿各国的国家那些政府都能够去那边帮助支持 主啊 主啊 我们就向你感谢那些国家 主啊 能够很快地恢复主啊 国家的平稳 亲爱的主 我们只有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派电视天区围绕在那里 主 我们国内也是一样 主啊 是说某地方又有地震 主啊 我们也就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虽然是小地震 但是也是很 主啊 很会伤人的 主啊 物质也会毁坏 主啊 我们就求你怜悯 赦免我们这个人类的罪恶 无论任何的事情 灾难 瘟疫 一切的主啊 事情都是罪带来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低头 主啊 来认知自己的罪 抬头仰望于你 阿爸父 我们向你感谢 主啊 把世界这样的一些苦难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从你兴起你的国度 主啊 有更多的使者在这个地上 做手腕的人 做带导的人 拖住一切 主啊 各个方面的事情 亲爱的主 无论是信的 无论是不信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还是别的国家 都需要你的同在 都需要你的怜悯 都需要你的主啊 平安赐给 赐下来 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主啊 愿你 主啊 信心 每个国家里面的你的百姓 为你的国度 向你掩望于祈求 求你赐下你国度的扩张 主啊 使我们能够 主啊 有国度的胸怀 为世界祷告 也为自己祖国祷告 主啊 今年是三年的疫情结束 主啊 正面临着很多 主啊 经济的状况 主啊 金融的关系 主啊 这些联始的关系 主啊 真的是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有人需要工作 主啊 国家也需要整理 主啊 金融 主啊 以至于也要堵住这些 那个联始的危机 经济的危机 主 就求你来做工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主啊 一切都要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也要把我们三年以来 主啊 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 家门 走出去国门 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今年 主啊 疫情停止了 我们真的是要走出家门 我们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十四亿人的灵魂 何等的需要神的仆人 神的儿女们去来宣教 主啊 我们要从祷告开始 主啊 要求你也尽量 为我们预备走出国门 主啊 让我们能够 主啊 海峡两岸和睦 主啊 也能够 主啊 互相来往 主啊 为我们 主啊 去台湾宣教的 主啊 为我们开门 开福音的门 主啊 我们要去授装备 我们也要主啊 去宣教 我们要连结 主啊 彼此的学习去 去长不短 主啊 我们也要更要 背你主啊 恩高 主 圣于你负我们 完成的责任 带领着我们 为我们预备 主啊 开 主啊 台湾的道路 还有西西兰 还有主啊 七月份的 也是国外的宣教 主啊 我们为我们 二月份上海 主啊 生学院 二十号至二十五号的 学习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应该学习 孩子也要留下 主啊 应该学习 还有别的事情 主啊 孩子都要 主啊 不能够 主啊 去看我自己的母亲 主啊 我得要上月份回去 主啊 我们就有 各种各样的事情 自己的家世 教会你的事 主啊 都交在你恩主的手中 恩主 求你自己 圣灵 带领我们 歧视的灵 在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 不亏欠于你 让我们把家 把神的家 跟自己的家 都能够调整好 亲爱的主 你来做工 我也向你感恩和赞美 主啊 为我们 林安王老师 在美国的工作 向你仰望和交托 主啊 把他们的亲人 主啊 交在你的手中 为他老母亲 在台湾交在你的手中 主 你与我们同在 虽然各自有不同的地点 但是主 我们都是 被你一个阿爸父 看顾着 主啊 哦 主啊 赐下的平安 祝福 共益着我们 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这样的爱着我们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恩待我们 平台上的每一个人 主啊 为每天的生活平安 向你谢上感谢和赞美 主啊 为每天 主啊 点点滴滴的生活的经历 向你谢上感恩和赞美 主啊 无论是主啊 怎样的观景 我们都是要感恩与赞美的 在主啊 工作中 有喜乐 有忧愁 主啊 有社会遇到困境 主啊 无论怎样 我们都向你感谢 主啊 因为主啊 若是主啊 主啊困境 你让我们学功课 若是顺境 我们向你感恩 因你 主啊 与我们同在 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把 今天晚上的时间 依然交在你 阿爸父的手中 愿你来做工 愿你来恩待 主啊 也为我们明天 主啊 下午连点钟 主啊 我们教会有茶经 主啊 目前我们都是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主啊 求你 主啊 让各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你也在那里 等候着我们 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 主啊 我们不能成为教徒 主啊 我们只有你 主啊 圣灵其事的 让他有个可恶的心 主 除了我们真正有工作以外 我们真的是尽量来参与 看主啊 我们的心 愿你的爱 欣赢你自己的儿女们 主啊 愿意 主啊 来 磕目 主啊 寻找你的话语 得供应 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 你就会做工 主啊 我们也为 弟兄姊妹家里的 哦 主啊 弟兄姊妹 软弱的肢体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求你与他们 同在 连绵与医治 亲爱的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 很赞美 主啊 为我忙 哦 姚伟平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大妈 真的是昼夜祷告 亲爱的主啊 你就随听她的祈祷 若是做的 你就 主啊 不听 若是对的 你就笑脸帮助 来随听她的祈祷 挑取她重担 主 让我们 主啊 王伟平能够 姚伟平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看看 亲爱的主啊 我们就向你感谢 我们也为我们的 詹兵弟兄 主啊 身体在恢复中 向你献上感谢 很赞美 主啊 去年的一年 是她最大蒙恩的日子 主啊 是你救她脱离了 凶儿 赐下她的平安 给她全家人 主啊 为我们 真的是主啊 各个弟兄姊妹的婚姻 主啊 事业都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每个弟兄姊妹 主啊 已经说啊 上班的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主啊 过往了 主啊 元宵节 我们整个都恢复在正常的工作中间 求主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 主啊 赐下你的祝福 赐下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今天还是去看 这个各姊妹也是一样 我们为各姊妹她的生意 手中的功 向你感恩和赞美 主 你来做功 主啊 让她能够来清静于你 让她能够 主啊 看到 主 你是主啊 祝福的主 愿你的儿女们 回转在你的面前 你就幸福于她们 主啊 让她能够得到 主耶稣的爱的智慧 阿爸父 我们向你感谢 愿你各按其词 给你的儿女们 主啊 每个人的需要有不同 主啊 有人需要婚姻 有人需要事业 有人需要儿女子孙 有人需要主啊 另一半都交在你恩主的手中 无论是寻求工作的 还是寻求身体的健康 还是寻求各种各样的 主啊 你都 主啊 我按照你的意识 来为她们成就 亲爱的阿爸父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烟花的主啊 绑闭其事 说懂吗 愿你的儿女们 大大的向你张口 愿你的儿女们 主啊 能够领悟到 向你张口 向你祈求 向你感恩 向你赞美 也承认自己的过方 主啊 因为你告诉我们说 认罪悔改的主啊 祷告 你是罪 我应该是罪悔改的主啊 这是罪悔改的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牧师好像没有声音了 祝你祝福他们 祝你祝福他们 圣灵先生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感恩祷告 教度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背使徒圣经 我信上帝 全能得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耶稣基督 其上帝的独身 因圣灵感应 有童真 在本右边多手下 受那一倍定于十字架 受十字架 降在一天 第三天 从神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面 在右边 天哪地 那里 降在一天 神奥无人使难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风之教会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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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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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背使徒圣经 是可以大家一起来背的 所以大家一起 不会背的人 要在家里 多背几次 然后呢 抄写一下 就能背起来 大家一起背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充满着圣灵的同在 感谢神 我们可以把麦克风关了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 好 老师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老师还没上来呢 好像 还没上来 那行 那我呼他 那个 阿们 你那个看 今天那个杨弟兄上来了 昨天那个爆米的时候 他还没来呢 你可以讲一讲 我呼呼老师吧 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架构 三月份 嗯 好 现在讲透了 我回到家里 我也踏实一点 别说现在不讲透 你们还是不知道 就不好了 好 嗯 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就是金牧师 我们决定 不是老师 三月十五号 要我们每个人 有三到五分钟的分享 在平台上 那这一次的分享 跟十二月的 十二月份的分享 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 三到五分钟 有至少十二个人 也可以多 老师在那边 就是电视台上 就是拉斯维加电视台 我们是下午的五点半 三月十五号下午的五点 我忘了是五点还是五点半 到时候老师会通知 老师的意思 也就是让我们 这些学生在平台上分享 创世纪 主要是创世纪 那我们昨天晚上 我想我也是当时 其实平常我也没想 就是圣灵的感动吧 就是 我们来最少选出十二个 创世纪当中 主要的十二个人物 比方说 哪一个弟兄姊妹 比方说 从亚伯拉罕开始吧 那么亚伯拉罕 沙莱 还有亚伯拉罕的老婆人 老师真的都没有讲过的 然后就是以撒 还有遇到家 因为我现在还没整好 因为我要回去 看那个图再整理 因为现在 共在忙 就是周日的时候 我会整理好发展群里 大家可以自动的选 那么 就是微信姊妹 昨天晚上选了 亚伯拉罕的老朋友 那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 根据每个 老师 先看的时候 我就用东西 没事 你就过出来 我们就等你 选一个 选一个 这就是 好 好 还有就是运用 这三方面 好 老师知道了 马上就过了 你讲 你尽管继续讲 就是 其实老师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不是第一次分享 我们都分享了好多次 所以都知道 这个 就是 比方说 拿出亚伯拉罕来说吧 就是这一个人物 用他的 就是圣经当中的事实 他的属灵的含义 他对我的 就是在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的帮助 和影响 包括也有警戒嘛 就是 大家在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应该是都会的 从这个人物当中 我们就是 知道说 比方说亚伯拉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 他是信心之父 有很多的 就是说 事实 启示 还有就是 实践 在我们生命 运用到我的生命当中 带给我的生命的影响 还有说 包括说 在未来当中 运用到生命当中 我们如何去 学习 就是好的 警戒 不好的 对我们生命的帮助 和影响 相信大家都会吧 因为 其实就是跟以前一样 为何如何 何事何地何人 就在那个构式 然后运用嘛 运用 以前我们在小组里的 在我们自己这边 北海小组里的人 都能够知道的 都是会 知道如何去讲 然后再说 我们上回 因为叫人物嘛 必须是 何事何地何人 哪一章里面的 就是说 哪章到哪一章 然后这个过程中 他是在怎样的 然后那个 为何如何 什么事情 然后在他的生命中 经历了什么样 那些是我们学习的 那些是我们警戒的 就是一个运用 大概呢 浓缩到五分钟 而且五分钟 还不能缺乏 别的那些项目 该讲的就是一句话 都能够带过 带过 大概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那个车美 你有没有把那个 那个找出来 我一看人物很多 人物很多 我还没仔细找 我是想着 等周日的时候 我要回去 回过头去 看着那个图前 那个图当中 几个重要的 至少选出十二个来 人物很多 这个很对 就是按老师这个表格 对对 去选人 选人 然后呢 去构思 就是这 就是 其实怎么样 爸爸妈妈将故事 给孩子听一样 睡前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就是能讲到生动一点 能讲到 讲得生动一点 就是说 把那个故事 别把故事讲死了 把故事讲活了 就可以了 把故事讲活 讲得这么 动腾 然后运用的恰当 就 就殴了 就殴了 好 老师上来了吧 真的 老师 我天天在训练 在讲这个 五分钟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 电脑的部分 一直上不去 一直在那边 就是加入了以后 也进不了 那我只好用手机来打 那好 感谢主 嗯 抱歉 那我当然 下次你们 那个 老师 你早一点 打给我好了 哎呀 不要耽误到 弟兄姊妹 真的不好意思 连续两次 嗯 主啊 我们需要你啊 真的是 好 我那个 就关掉好了 那 老师 你们那边 打开来 因为我发现 我那边 电脑上面 进去以后 就 一直在那边 等 你预备好了吗 然后就停在那里了 好 好 来 我们就直接进入 奇怪 为什么都打不开 哦 主啊 我们何等的需要你 就 求你保守我们 好 把 那个 呃 之前啊 我们不是看到 呃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吗 好 那你就 翻到 那个 呃 呃 就是雅各啊 为什么欺骗 才得着祝福的那一页 好不好 差不多 哦 我们现在要开始 祝我们何等的感恩 谢谢你啊 接着创世纪啊 再一次向我们中文说话 就 每一次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说话 在你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哎呀 这个里面是充满了实在 不是只是故事而已 不是只是一个历史 那是啊 许多的教训 许多的感动 许多的见证 哦 也是啊 许多的看见 还有影响 祝我们就求主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灵 啊 这样的一个态度 说啊 接受神的话 直到这里面啊 满了神仙的种子 说啊 不是我们啊 以为只只不过是啊 这个圣经的一小部分啊 简单的一个描述而已 就反而是叫我们更近 更加的啊 主要警醒 啊 连这么简单的话里面都满了这么多的生命的功名的时候 就整本圣经有许多的地方啊 都是叫我们能够这样的得着的 就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 让我们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啊 听见你的说话就当做十五十两 主要听见你说话 就每天都重新的得力 如荫展翅上腾 祝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哎 我们又是一个新的一天啊 这个 每一天这边都有好多的工作 很特别的轻易 那我们在二十八章的时候啊 那以撒叫了雅各来 给他祝福 然后祝福他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啊 就是因为啊 这个以嫂啊 四十岁啊 就娶了两个 迦南的贺人的妻 这个 这事情啊 就因为你知道 不是说 其他种族就不好 而是啊 他们的 这个 很多的习惯 甚至啊 特别啊 是每一个种族 都有一个拜神的习惯 拜的神 敬拜的神啊 常常就会造成啊 你 你在信奉耶和华的人啊 心一面忧愁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撒跟利百家 两位啊 都忧愁的原因 那 而且以撒听到利百家讲的 这个 讲的话 他说啊 利百家说啊 我因为啊 这个贺人的女子啊 the daughters 也就是说 这两个 媳妇啊 她都受不了了 我连性命都厌倦了 也反厌了 我都不想活了 倘若 如果雅各也这样子 又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的话 像这样子 我活着有什么益处呢 为什么是赫人 记不记得啊 那个 以撒的父亲啊 亚伯拉罕 他的母亲呢 叫 萨拉 萨拉死的时候 就是埋葬在赫人 以撒人的那个 麦比拉洞那里 也就是说 他们家的附近啊 根本都是赫人啊 那 一面也是啊 进水楼台的原因 这个接触久了 日久生情就容易啊 产生这种情愫 也是事实 但另外一面呢 也说明啊 他们也实际上 也很难啊 特别去择偶啊 择偶到这个 合适的对象 这都是事实 然而 为了这个婚姻 这个生活 那这个家庭啊 就以撒 利白家和雅各 这三位 仍然愿意出代家 去寻找那个 合适的利白家 也就是说 他不是 灵确误滥啊 也不随便的 就在他的身边 去找 说我们 何等感恩 婚姻就是这样子 婚姻就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啊 你这个 因为一场婚姻啊 又出现了一些 裂痕 然后 哎呀 你分开了以后 你就随随便便的 阿姨 有了 有了 也临近的 你就结婚了 那后面的悲剧啊 是越来越多 所以林可啊 就是说 在婚姻的事上 非常谨慎的 听从神 非常谨慎的 听从神 那 以撒跟这个 雅各说话了 你要骑身 往巴旦亚兰去 到你外祖 彼土利的家里面 在你的母舅拉班的儿女中 娶一女为妻 母舅拉班 那个这个显然啊 这个应该跟 李百佳的建议有关 毕竟那个 以撒在圣经里面 没看过他 到底有没有看过 这个拉班 没有看到 也不动 不是很重要 就算看过啊 这是 其中一百年 总是有机会 彼此去相遇吧 那 不管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妻子啊 总是娶啊 知根知底啊 那个 很多的 这个生活习惯 各方面啊 都比较近似的 比较合适 那 那 愿全能的神 赐福给你 这谁又在说 说赐福的话 伊萨 就是基督徒的第二代 常常说话 随便说都说出神的祝福 真的是 愿神赐福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族 这些事情也实际在 也成就在雅各的身上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神赐福给我是因为啊 他应许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 那我现在呢 也把这样的这个福分呢 传承给你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也继续的传承给你 不仅给你 也给你后裔 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 这就是啊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啊 所以寄居的地 从来不是巴旦亚兰 而是啊 这块地 That you may inherit the land where you travel which God gave to Abraham 所以你所走的综横走遍这地啊 亚伯拉罕 成蒙耶和华神的赐福 所给予的 那这些地 全然的啊 都会赐给你 这亚伯拉罕可能也是知道啊 他已经在之前啊 长子名分上面啊 赐福给了这个亚伯了 那既然已经赐福了这个话啊 又不 那对这个取赫人的这个倚扫了啊 也实在是啊 没辙啊 所以也不就就不跟他多多说什么了啊 直接就找雅各来打发他走的时候再把这样的福分啊 啊 传承给他 他就往巴旦亚兰去了 他要到那个亚兰人 比土里的儿子 拉罕那里 拉罕是谁啊 拉罕就是母舅啊 就是这个 他的母亲 利百家的哥哥 啊 这个是雅各以嫂的母舅 好 那这个以撒呢 那个你看啊 他这边写着 Jacobs and Esau's mother 所以这个很明显 圣灵已经认定 雅各乃是长兄的意思 那以撒呢 看到以撒了 他为这个雅各祝福 对不对 而且又打发他 前往巴达雅兰去 在那边取妻 他就看出来了 并且还祝福他的时候 祝福他说啊 千万不要娶 佳南的女子为妻 这句话听到了 又见了这个雅各 又听从了父母亲的话 也是的的确确 骑身往巴达雅兰去了 这一早就了解了 可能他的父母亲啊 看不中啊 看不中意 这佳南的女子 于是啊 他们就往这个 以撒玛丽那里了 以撒玛丽总是这个 咱们亲戚吧 以撒的这个哥哥 不是肉身的哥哥 不就以撒玛丽吗 从他那边取 总是好一点吧 在他二妻之外 然后这个两个妻子之外 又娶了这个 马哈拉为妻 马哈拉是谁呢 马哈拉居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玛丽的女儿 这个实在是 以撒玛丽的女儿 哎呀 那这个 这个可有意思了 那你看哈 以撒玛丽的兄弟 就是以撒 以撒的儿子 叫以嫂 这个以嫂 娶了以撒玛丽的女儿 这不是是 这个亲上家亲吗 尼拜约是老大 尼拜约的妹妹 妹子 那马哈拉 就嫁给了这个一嫂 看起来也算是不错啊 那么这个话 只讲了一下 也没有讲下文 因为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整个的重心啊 圣经写谁 圣经不写谁 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 你看啊 在圣经里面啊 巴拿巴 他当初带领着这个保罗 当时是扫罗啊 带着他 来到这个使徒的面前 后来呢 又带着他 到这个 这个 好多个地方啊 去传扬福音 那 他 这个 现在的话 你那时候 刚刚开始啊 他们传扬福音 都很明显 圣灵啊 都是写 巴拿巴 为首先的 到这个 X啊 大概13章之后 你就慢慢的发现啊 哎 这个 这个 好多的话啊 里面啊 不再以这个巴拿巴为主 然后原来都是巴拿巴 保罗 这样的次序 后来呢 突然之间 变成保罗和巴拿巴了 那在最后啊 你就看不到巴拿巴的踪影啊 同样的啊 以扫也是如此 慢慢就淡出啊 在神眼中啊 他看中的是什么 圣灵的核心的主角是什么 神与谁同在 神啊 不与谁同在 通通都在这个整个属灵的进城里面 就看见了 好 这雅各就出了别是巴 这个 往哈兰走去 呃 原先啊 是在西伯伦 埋葬了他的父亲母亲 那 但是呢 这个 呃 以扫后来啊 因为这个 激光的原因啊 到了基拉尔去 又从基拉尔 经过基拉尔谷 然后 呃 乡真 然后维迪 啊 然后一直到达这个 别是 呃 这个 利和伯 翻阔之地 再从利和伯上到别是巴 所以他现在的人啊 就住在别是巴 是约的锦堂 比较没有人去炒 炒他 因为这个发誓了嘛 是约的锦堂 好 从别是巴出了以后啊 他就往哈南去 到了哈南以后啊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啊 那边的太阳啊 落下了 走那么长 也累了啊 就在那里住宿吧 于是啊 捡起那地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 哎 很奇妙啊 你如果累了 你想睡觉了 你会不会挑一个草地呀 或者是挑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地方 你挑一个石头 在那边上面睡觉 你不会累死了 活都痛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累了 人的尽头了 哎呀 我这个 本来养尊处优的 在家里面呢 我也不需要出去工作 赚钱 我老爹有钱的很 我就一个妥妥的宅男 在家里面啊 天天想尽办法 抢夺这个福分就好了 煮煮红豆汤 把张子民奔骗了 这个跟着母亲啊 又把这个父亲的祝福 全都骗来了 但是如今 我却资深一人 什么都不是 来到这个地方啊 叫伯特利了 那就在石头上就睡了吧 我也不讲究了 太累了 有地方睡就睡吧 就整袋头下的石头 就在那边躺过 睡了 他突然之间梦见 这个梦见本身呢 都是神在意象中 向你说话 我们常常都做梦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也有啊 很多人啊 很久都没有做梦 这个老师 以前啊 做梦的时候 都是 有时候 怎么讲呢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但是啊 有时候就觉得 那个梦啊 真的很真实 好像 好像不是梦 好像是真实的 在 在那个经历中 有时候都吓死了 我 小时候 印象中 我有一次啊 睡在那个 这个 我们家楼上啊 楼顶上啊 那个是 这个很宽破的 夏天啊 热得要死 不想睡在家里头 就是露天睡在外头 我就拿着这个毯子 然后自己啊 就拿着一点棉被啊 就在外头 睡了 看仰望的星空水角 哎 就那一次 我印象很深啊 我在梦境中 居然 这个梦到我 我好像很会 这个武侠小说 那个 这个空中飞人那种啊 哇 啪啪啪 这个 因为我家后面 都是一片稻田啊 中央山脉 远远的 很漂亮 所以我在梦里面呢 好像就往那个 中央山脉这样子 飞去 飞奔而去 你知道吗 哇 这样不这样不这样 一直跳跃 每一步跳跃 都好多个 好多块田啊 哎呀 好像是真的 难道我醒来才知道 我原来是一场梦 你知道吗 好 这个雅各也是一样 他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哎呀 梯子立在地上 嗯 好 那梯子的头顶呢 顶着哪里啊 顶着天啊 哦 看不到我顶了 那有神的使者在上面哦 他是干什么呢 他是 这个神的使者是先上去再下来 叫做上去下来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重点是 他是先上去 你知道什么叫做先上去啊 他本来就在你这里 从你这边上去的 那么 再 然后呢 再下来 从哪里下来啊 从顶着天的天下来 什么意思啊 把人带到神面前 把神带进人里面 听得懂吗 把人带到神面前 这是啊 上去的意思 有许多的这个 神的使者 在神那边为我们带求 带求 对不对 好 那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了 那也把神呢 他的美意 他的祝福 他的一切都带进人的里头去 这个是梦见的天梯 这个景象 而这个景象啊 那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带领 哎呀 他突然发现 神的使者虽然上去啊 The angels of God ascended and descending on the stairway stairway就是啊 梯子 但是他发现啊 原来耶和华就站在梯子椅上 梯子椅上是哪里啊 他顶着天啊 当然在天上呢 他站在天上 或者是吧 stool above is to abide it 在他旁边 然后 或者站在他旁边 这个是有些的翻译是这样 但说啊 我是耶和华 你 你主 亚伯拉罕的神 我呢 也是以撒的神 我现在啊 在以前啊 只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然后面对的是以撒 现在呢 要面对的是雅各的时候 他就想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那 现在还不是你的神 是不是 我现在要将你 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成为你的神 那你的后裔呢 必向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必向东西南北啊 开展 地上的万族 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 这个福分啊 好像从亚伯拉罕 祝福以后就传承到以撒 又从传承到以撒 又再次 再度的 有谁开口啊 也合法开口的 所以啊 他说 我也与你同在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啊 我必引力 归回这地 我总不离弃你啊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我所应许的 你又听到 你和你的后裔 要成为众多 那我所应许的 就是这地 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 要交托给他的子孙 对不对 知道这些应许成就 亚伯拉罕突然直接醒来了 哎呀 这个他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啊 我竟然不知道啊 修里亚 Where is in this place 真的耶和华真 就在这地啊 And I did not know it 他就惧怕了 He was afraid 为什么 afraid 敬畏神 你看看 同样的事情发生 以来以扫身上 他不会敬畏的 啊 有给我应许啊 有给我吃 有给我喝 有给我地啊 那当然好啊 这大概就是一般人的反应 但是啊 这个 真正爱主的人 信奉神的人 他是有敬畏的心 他惧怕 他说这地啊 何等可畏啊 这地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来吧 记住啊 神的殿 天的门 殿就是神的家的意思 The house of God And the gate of heaven 就进入天的那个门 是神的家 是天的门 这就是这一段话 这不是别的 这就是 这就是 哪里啊 神的家 神的家是哪里 叫做Bethel Bethel 就是伯特利 神的家的意思 神的殿的意思 你能不能觉得 很有意思啊 因为亚伯拉罕出了 加勒比特 乌尔 到了哈兰 在从哈兰 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首先去的是 世建筑团前期 再来呢 就到了这个 Bethel 就是伯特利 和爱的中间 伯特利是神的家 爱却是世上的废墟 他在其中站立着 观看一切 同样的 那个Bethel 就是神的家的意思 但是啊 这个发现啊 不是亚伯拉罕讲的 而是雅各自己 亲身经历上的 所以 这个时候的神的家 不是假的 是真实的神的家 因为他说 这何等可畏啊 耶和华神居然在这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啊 我竟然不知道 神在这里啊 然后 雅各今早就起来了 他就把 所整的石头 立为柱子 这个石头 可能啊 这个是狭长型的 他这个早上 一醒来赶紧赶紧 这个是就在这边 我梦见神了 这个神不在别的地方 他就在这里 他就做成柱子以后 又浇油在一起上 这句话是很特别 很难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在雅各 这个焦垫在这个 这个神的柱子上之前 没有一个地方 有写过类似的记载 他怎么会想到 有油的事情呢 他怎么会想到 要把那个石头 做成柱子 石柱石柱 成为神家的一根柱 听得懂吗 这个是奇妙 put oil on its top 油从哪里来啊 除非它油啊 常常都带在身上 那怎么会有油呢 临时的 这真的不容易 这个有一段时间 老师跟一些牧者 学习 我们都 每天都带着Oilment 就是高油 就在身上 碰到 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 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把油啊 这个 涂抹在他们身上 这个奇怪啊 有点像啊 你们要在神的箭中 做柱子 这个石头 就是讲到 那个柱子的概念 是神家的 第一块柱子 好像房角师 那个根基点一样 好像是 这个圣殿前面的 两个是同柱 作为见证人一样 懂吗 好 于是他就给 那个地方起名了 所以这个起名 是谁起的 其实是 这个雅各起的 但是在 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沿用了 反正那个地方 以前都没有名字 后来圣经写成的时候啊 亚特已经称呼 那个地方啊 叫做柏特利 那 亚伯拉罕去 去到 从事件到达哪里啊 柏特利很爱的中间 那个名字啊 就是后来的人 和一起的 但是原来的 但是原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叫 伯特利哦 乃叫什么 露丝 乃叫露丝 伯特利的意思 就是神的殿 而露丝 是这个在 最早期的时候的路 那么 雅各啊 就许诺了 许愿说了 哎呀 神啊 你真的在这一点啊 来我们打个交道吧 你如果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 保佑我 给我衣服吃 给我食物吃 给我衣服穿 就使我呢 还能够平平安安 回到我的父家的话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哎呦 这个神来保护你 神来给你供应 神给你 有那么多的应许 你还不认定 他就是你的神 但是要交换以后 我才认定 我就吃定你了 我的父亲就只有 以扫 这个以扫跟我 我就吃定你了 我就信你为神 我也必敬拜你 但是你要给我什么 你要保护我 你要与我同在 你要给我吃 你要给我穿 你知道吗 你还要平平安安的 把我带回到父家来 我才以你为我的神啊 那么 如果你真的让我 平平安安的回来 好 我现在不是在这边 立了一根石头 做柱子吗 我做住立的柱子的石头啊 将来也要成为神殿的一部分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 你要先给我一百 我才给你十 这个生意蛮好做的嘛 对不对 那个 所以他在把那个 睡觉的 这个石头啊 作为柱子啊 有一个特别神圣的含义 就是在他上面上 浇灌了油 使这个地 使这块石头啊 柱子啊 成为不同的 成为是被识别的 那么 因着他被识别 所以将来我要在这边 建造神的殿的时候 他就可以成为 这个神殿的一部分 好 那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也会啊 十一奉献给你啊 你放心啊 我都会顾念到你 天哪 什么都是神给的 那他还要跟那神 这个打交道呢 这个 这个 你给我的一百 我会给你十 哇 这神也蛮好打发的嘛 雅各后来就起行了 他们到哪里了 他就到了东方人之地 从伯特利就前往 巴大雅兰 他还没有做完事了 他要去那边取一个 这个 亚伯拉罕本地本族 富家的这个女子为妻 对不对 这个事情都是 以撒以前也是如此嘛 他到了东方人之地 东方 从伯特利起行以后 是往北往东的方向 到了东方人之地的意思啊 就是弥索波大米那个附近啊 好 到了那边 他就看到田间啊 有一口井 有三群人啊 三群羊啊 他都卧在井旁啊 都要等着 等着人 帮他们倒水了 那么因为有人啊 硬羊群 就是给这个羊啊 喝 那么 就是啊 用那地的井 井里面的水 井口上的石头很大 要先挪开才能去打水 那么长羊有那个羊群啊 就在那边聚集 牧人呢 也常把这个石头啊 转离开井口来硬养 这样的话 一转离水才能够流出来 那随后呢 他们又把那个极大的石头 对不对 再把那个石头 放回去 那边的石头都是大的 这个一般的小女子 根本动不动不动 好 那雅各啊 就对牧人说啊 弟兄们 你们从哪里来啊 brother 你们从哪里来啊 这个都是很亲切的讲法 那他们说啊 我们是从哈兰来咯 我们就从哈兰那边 他说 哎呦 哈兰啊 那你搞不好认识啊 那你 那边是拿赫的孙子 拉班呢 拿赫的儿子啊 是比土利 他的孙子 就是拉班呢 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啊 哦 我们认识啊 认识啊 雅各说 他平安啊 他们说 平安平安 哎 看了看了 他的女儿拉姐 领着羊来了 哎呀 就在这附近嘛 邻居 这个雅各说 日头还高 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吗 你们不如啊 那硬羊再去放一放别 你们在这个 呃 behold it was still the middle of the day not time to gather life stocks together water sheep and gold and feed them 你这样吧 这个时间还早了 还不是啊 这个再把羊群啊 聚集要带走了 这个43群羊群 羊堆的嘛 放在井旁嘛 那么现在呢 你们再喝一喝 然后再去放一放羊 放羊是干嘛 吃草的 哎呀 他们说不能啊 我们一定要等羊群聚集了 要有人啊 把这个石头啊 这个转离开 颈头 转离开颈头 才可以应养啊 他说 所以他们想得很清楚啊 我们没办法 现在要等人 要一起把这个石头啊 这个给搬开 搬开 我们才能应养啊 不然是 无法应养的 这雅各啊 正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啊 那拉姐来了 拉姐啊 这个很可爱的 拉姐 就带领着他的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啊 那些羊啊 是他在放牧的 When he was speaking with them Rachel came with her father's sheep For she kept them 这个Rachel呢 就跟他的父亲的羊啊 这个带着来了 因为啊 就是Rachel啊 是拉姐来负责看管的 那我们讲啊 牧羊人 牧羊女 就是这样 那雅各呢 看见母舅的拉班 母舅拉班的女儿拉姐 和母舅拉班的羊群的时候 他就说哎呀 找到家了啊 就上前把这个石头 就转离了井口 哎呀 那就表示啊 他力气打 打石头 对他来讲 一点都不是问题 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他就主动来做这个事啊 献献殷勤啊 Water the flock of 拉班 mother's brother 然后呢 哎呀 与这个拉姐相认啊 一见钟情啊 亲嘴放声而哭啊 He kissed Rachel and lift up his voice and wep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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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第一次见面就哭了啊 他说啊 雅各就告诉拉姐 他自己是谁 他说啊 我是他父亲的外甥 也就是说啊 我是你他 呃 这个 新表 表兄妹了啊 呃 我乃是立百家的儿子啊 呃 拉姐呢 一听到 哎呀 Rebecca 不是我的这个阿姨吗 呃 是姑姑吧 呃 姑姑吧 嗯 那么呃 拉姐啊 就跑去告诉她的父亲了 哎呀 Ran to talk her father 那拉班一听 哎呦 我的外甥雅各来咯 哎呀 外甥的雅各的信息啊 就跑去迎接啊 抱着他 与他亲嘴啊 哎呀 这是我家的孩子啊 这个是我妹妹的孩子啊 就都没见过啊 哎呀 真是 哎呀 很热切啊 领着他 就到了自己家了 啊 这个一切都是真心 真心实意的 这不要怀疑啊 雅各啊 就把一切的事情啊 情友都告诉了拉班 啊 就说啊 他怎么样欺骗了 拿到了长子的名分 又啊 抢夺了祝福 那么也啊 这个 这个 李嫂 想要杀害他 他的妈妈 就用这个 呃 家男女子 为妻的这个事 做借口 赶紧把他支开 好 大概就是这个故事吧 啊 所以一切的情友嘛 Jacob told 拉班 all these things 嗯 好 那现在呢 呃 雅各啊 已经来到拉班家了 这个 拉班啊 就说了 哎呀 Surely you are my bone and my flesh 哇 这个讲得真好啊 你啊 真是我的骨头 你真是我的肉 什么意思啊 你真是我的骨肉 这个英文分开来讲的很有意思 Bone and flesh 啊 那么 雅各啊 就同他啊 住了一个月 这个这个一个月啊 可能啊 他就把自己 这个地方当自己家了 哎呀 这个在家里面 都是养尊处优的大 大男孩啊 这个高富帅 也不需要工作 就有得吃 但是啊 这拉班看看 这不行 那这个都一个月了 哎呀 这个 你还这样子啊 嗯 你是把我家真的当旅馆 是不是啊 那么就跟他说话啦 你虽然是我的骨肉 对不对 Because you are my brother 你其实是我的兄弟的意思 啊 Should you therefore serve me for nothing 嗯 你七个白白的服侍我来 啊 Tell me What would you your wages be 啊 就告诉我吧 你要什么为公价呢 哎 哎 这个很有意思啊 其实这个话是反丰的啊 有意思是说啊 你都在我边吃吃喝喝 搞了那么久 你也不跟我工作 你也不跟我做什么 你偶尔啊 就是表现一下啊 就是好像是一起essed 有帮我做一些事 那也不是很regulary 也不是很固定的啊 那我就故意讲啊 你我是兄弟 你看啊 你不是我的骨肉而已 现在变成提升到兄弟这个level了 所以可以讲价了 那你说吧 你要什么工价呢 然后才能为我白白的工作 反过来讲 你是听出了拉班的后面的意思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叫做丽雅 小的叫拉姐 实际上丽雅拉姐都是同样的父母母生 那都很漂亮的 不是丑啊 丽雅并不丑 只不过是丽雅的眼神没有神气 拉姐却长得深深的美貌俊秀 丽雅's eyes were weak 比较可能啊 因着什么 你知道那个眼睛啊 咪咪眼或是什么静雅眼 没有神不是一看就看得到的 那就大概这样 但是并不丑哦 拉姐却身的美貌俊秀 Rachel was beautiful informed informed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身材不错 attractive是脸蛋很好 那么 那雅各的就爱上拉姐了 第一个 贤入为主嘛 先看见的是拉姐嘛 他就说 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 就一下子就跳过大女儿了 我为你的小女儿拉姐 服侍你七年 这话哦 他不讲七个月 他是讲七年 他这个意思是啊 我爱他 我愿意啊 付上极大的代价 七年就是买到一个最大的钻石的意思 拉班说 哦 好吧 我把它给你啊 甚至给别人吧 你就与我同住吧 来 你就可以stay with me了 你如果不这样子 好好地工作 我要把你赶走的意思了 听得懂吗 那 It's better that I give her to you than that I should give her to another man Stay with me 你就与我在一起吧 这个 从刚开始什么都没有 也不需要做什么 吃饭啊 这个 吃了一个月 就待在那个位 现在呢 也没走开 这个拉班一想 嗯 起码让他 这个 为了什么事情 做一些事 也好啊 他要的嘛 对不对 好 要我女儿啊 可以啊 给你啊 七年 你就给我工作七年 哎呀 这个雅各可爱了 为了拉姐服饰了 七年整啊 这是七年呢 不是一 一天两天啊 七天一个礼拜很快过 七年喝酒的 他因为深爱着拉姐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 哎呀 根本不在意啊 每天都看到拉姐就喜乐 看到拉姐啊 就就心里面欢快 哎 这拉伯 雅各呢 这个 served 就是已经服饰了七年之后啊 已经服饰了七年之后啊 雅各就对拉伯说了 哎 日子到了 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呗 我好跟她同房啊 哎呀 我赛受不了了 我爱她 我想死她了 Give me my wife 这个是我的太太了 For my days are fulfilled 因为啊 我答应你的七年已经完成了 I may go into her 我要跟她住在一起了 这个拉伯 好啊 可以啊 大摆宴席啊 摆设宴席 请了那地的众人 哎呀 这个Gather together All the men of the place And made the feast 这个 这个 我女儿要嫁了 我的外甥也 也要结婚了 哎呀 这个是大喜的日子啊 等到晚上 嗯 拉伯就将女儿 丽雅老大 送给了这个 这个雅各 雅各啊 搞不清楚啊 喝酒喝多了啊 这个 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啊 就进去啊 与她同房了 Way into her 那拉伯呢 又把这个 悲女西帕 给这个女儿丽雅 做使女 这个悲女西帕呢 是丽雅的使女 后来也成为雅各的妾了 就这个 全部都从 拉伯这边来的啊 那么到了早上呢 这个雅各一看啊 怎么会是丽雅呢 这实在是 奇怪 丽雅怎么都不讲话呢 表示啊 丽雅也喜欢这个 伏许 喜欢 但是那个雅各 对他这个无意嘛 流水有意 落花无情啊 没有 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哎呀 所以他 他知道这个 生命煮成熟饭的意思了 他就对 拉伯说 你向我做什么事啊 我服侍你 我不是讲清楚了 是为了拉姐吗 你干嘛欺哄我啊 哎 这个是第一次 很明确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 被欺负了 被欺哄了 然后啊 也很明确的把这个 两者之间的张力啊 就讲出来了 所以拉伯呢 是为了这个 雅各在那里面做事 然后用这个女儿 小女儿做一个诱饵 那么即便是时间到了 也不把这件事情 真正落实 哎呀 老板居然会讲一些话 他不事先讲的 他都是事后讲的 哎呀 弟兄姊妹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 老师啊 这一段时间啊 真的是看到了 人事之间的那个险恶 我就发现啊 人事实在很难搞的 人事实在很难搞的 他们啊 这个欺哄人的方式啊 很多种 最大的就是不告诉你 不事先告诉你 然后呢 先把事情做实了 然后再给你 添一个这个理由 这不是就拉伯一样吗 诡诈嘛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就把小女儿给人 这个是在我们这边 没这个威决 没这个威决 我们就必须走个一句 it is not done so in our place 在我们这边 没有这样做过 to give the younger before the firstborn 不可以的 那你呢 你至少会这个 firstborn啊 就是老大 满了七日 陪陪他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我给你那个的时候啊 你在为他复习我七年 fulfill the week of this one and we will give you the other also 我也会给 另外一个也会给你的 for the service which you will serve with me yet seven other years for the service you will serve with me yet seven other years 哦 他这个话 这个讲得很厉害啊 他是说啊 你先满足这个 这个吧 这是应他 这是他应得的 给他这个洞房花竹叶 起码应该有的一个尊重 那么另外一个小女儿 我也会让她嫁给你 你放心 我答应你呢 我会做 只不过这个要有守规矩 但是呢 你要为这件事 为这样的服事 这样的事 他是说为了这样的事 因为我给你的这一个 对不对 你还要再为他服事我七年 这个为他服事我七年 那个他字啊 其实在英文里面 那个找不太到 他说 which the service which you will serve 他的意思是说 we will give you the others also for the service you will serve 但是这件事情 我要答应给你另外一个 然后这个我已经给你的话 那我就必须要你再为我服事七年了 哎呀 这个雅各真的是上了贼船呢 也走不来 而且呢 丽雅他也昨天跟他睡了 也不能对不起人家 就满了丽雅的七日 拉班就把女儿拉姐给了 雅各为妻 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 娶了两个老婆 那么 娶两个老婆啊 除了之前的戏帕以外 那我拉班呢 又把那个 呃 一个卑女啊 辟拉 哦 这个辟拉可能也长得很可爱 很可爱 很漂亮 哦 那辟拉就给了女儿拉姐为侍女 拉姐 这个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我都觉得怪怪的 这个辟拉怎么会跟这个雅各的大儿子啊 这个叫做这个什么 这个老师突然是断电 流变 对 大儿子流变 大儿子流变啊 怎么会跟这辟拉子这个同床呢 这个实在是 这个辟拉的这个时候啊 就算是一个teenage啊 小小女孩 做卑女的 那个流变都还没出生呢 哎呀 差了十几岁啊 这实在 也也许才十三岁的一个小卑女 也有可能啊 那 哎呀 雅各啊 也与这个拉姐同房 并且爱拉姐 胜死爱丽雅 这没办法 她原来就是要去拉姐 拉姐嘛 那么丽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是不是受到冷漠了 那当然丽雅难过了 但是我为这件事啊 也认了 就再继续服侍拉斑七年 这样加起来是十四年了嘛 十四年了嘛 哎呀 这个很奇妙的 耶和华神啊 他是啊 怎么讲呢 他是有他特殊的一个带领的 他看到丽雅失从 其实啊 他不是失从而已啊 他是被痛恨 被恨恶了 这个被谁恨我啊 被雅各 也可能也被拉姐恨我 我跟他才是天生的一对 你们跟我们差什么话呢 这个大概就这样 被恨我 哎 奇妙的是啊 反而这样子啊 神就使他生育 拉姐 却不生育 这很奇妙 从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不生育 后来才生 到了这个利百家 也是美貌的女子 也不生育 搞了二十年以后 这个 以萨为他祷告 这个 过切祷告 哎呀 才生育 到现在的拉姐 也是一样 不生育 这个 但是啊 却将那个失从的利亚生育 好 这个后面啊 就开始啊 讲述 这个十二支派 是怎么来的啊 我们今天啊 把这一段啊 讲完呢 就很丰富了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好 这个 利亚 怀孕生子 就给他起名叫流便 这个流便是什么 哎呀 我得了一个儿子 好像这个该隐的名字 也是这个意思 我得了 那 婴儿就说啊 耶和华 乃是因为他看见我的苦情啊 我是被恨的 我是失从的 我的丈夫却不跟我同行啊 但是啊 因为我的生的孩子 神看见我的苦情 叫我有了这个儿子 如今我的丈夫 必爱我 for now my husband will love me more 啊 所以我的先生啊 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啊 他这个生的 好像那个 长子啊 好像是那个 皇子里面 这个老大出生了 这个是要继承皇位的 后来呢 他又怀孕生子 哎呀 他只要这个 稍微有一点空闲 就怀孕了 哎呀 神真的是很爱他 就说啊 耶和华 因为啊 听见 听见我是从的 谁跟耶和华说 那这个肯定啊 常常跟耶和华 打报告的 祷告的 就是这个利亚本身吧 而且他所信的是耶和华 这个你要知道 利亚所信的是耶和华 很明显 甚至拉姐啊 在离开这个巴黛亚来的时候 却拿着他附加的一个偶像 这也是导致 为什么耶和华神爱利亚 这个帮助利亚的真正的原因 然后也到了最末了 雅各也认了 因为拉姐死在这个 伯利亚的路上 依法他嘛 那么真正跟 雅各一起埋在坟墓里面 永生永世的 乃是利亚 乃是利亚 那 那他又怀孕生子 第二个胎了 哎呀 就是说耶和华神因为听见我失从啊 哎呀 他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啊 所以给他起名叫西面 西面是什么 because Yahweh has heard heard that I'm hailed 他叫他西面 就是神已经听见这个意思了 conceive again 后来呢 哇 又连出炮了 第三次怀孕 生子 就叫他叫利未了 利未就是我们后来的整个祭司的主义 就从利亚所生 第一位就是联合的意思 他说 哎呀 我给我的丈夫生了三个儿子啊 他必与我联合 Therefore his name was Levi Now the time will my husband be joined to me 他要跟我连结了 然后他又怀孕生子 第四胎了 哇 一年的四胎 哦 这个所胜皆解啊 说 这回我要大大的赞美神啊 你看啊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看 都是我在生啊 所以啊 给他起名叫犹大 犹大就是要赞美 Praise him Praise the Lord 就是赞美的意思 好 突然之间 生了四胎 Stop bearing 就停下来了 不生育了 所以你可以看啊 在生这个老大的时候 因为啊 这个 我儿子因为耶和华神看见我的苦情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得着的流变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流变就是我有儿子了 那么西面呢 就是啊 听见我的 我失从 所以西面是听见的意思 这个 流变呢 是我有儿子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呢 立位呢 就是与他连结 我的丈夫必要与我联合 第四个呢 我太喜乐了 我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就叫做 Judah Judah是我要赞美神 那 哎呦 今天已经七点八分了 那么快 我们现在到三十章 就拉姐啊 一看他自己不生育 哎呀 也自己不为雅各生子 就先天天霸占的雅各 自己这个肚子不生产 没办法 就嫉妒她的姐姐 哎呀 我嫉妒死了 我嫉妒死了 envy her sister 嗯 就是对雅各说 你给我儿子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give me a children give me children or else I will die 就跟他闹了 雅各就生气了 Anger was kindled against Rachel 这个这个是什么话 也不是我不给你 说 叫你不生育的根本就是神 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Am I in God's place 我又不是神的位置 Who will withheld from you the fruit of the womb 我怎么可能啊 代替他的位置 叫你生育呢 那拉姐就说了 好 那神不让我生育呢 也没有责 我有侍女吧 毕拉你哥过来 毕拉就来这里 你要跟他这个同房 使他生孩子 然后立在我的膝下 这样我就因着他也得着孩子 得着孩子原文就是被建立了 我也有家世啊 我不是孤身一人啊 我不是阿男啊 那这个拉姐啊 就把他的使女啊 毕拉就给了丈夫为妾了 哎呀 真的是 我也实在没办法 那只好跟那个妾在一起啊 不然要怎么办呢 毕拉就怀孕了 给雅各啊 生了一个儿子 拉姐就高兴了 神生冤了 生了我的冤了 也听见了我声音啊 刺我一个儿子 所以啊 就叫他母亲名叫旦 旦就是生冤了 我的慈爱是 我什么都没有 神终于听见我的声音了 这个 所以啊 给我一个旦 那旦就是啊 生冤 那么拉姐的使女呢 哎 毕拉 后来呢 又怀孕 哎 那这个 可以怀孕的就很容易啊 这个拉姐就怎么样都怀不了孕 好 又给拉姐 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前面丽雅生了四胎 后来呢 是毕拉生了两胎 那么 第二个儿子啊 就拉姐就说啊 我与我姐姐啊 大大相争 哎 我现在有 并且得胜了 哈哈 于是起名叫拿佛塔利 拿佛塔利就是相争的意思 跟之前呢 那个埃塞尔是一样的意思 相争 这个丽雅呢 看到她自己啊 停止了怀孕 不生了 就把西帕给这个雅各为妾 我 我自己不生了 哎呦 她可以把这个使女给你 我也愿意给 西帕过来 好 就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哎呀 丽雅说万幸啊万幸啊 我有四个 我现在又在得一个 于是啊 就给她起名叫 加德 加德就什么 万幸 好 Fortunate 哎呀 实在是 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 那么丽雅的使女呢 西帕啊 那么再一次又为这个雅各再生的第二胎 这个也蛮会生的 丽雅就说 啊哈 我有福啊 我有福啊 众女子都要称我 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她起名叫做亚瑟 亚瑟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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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是什么吗 有福 阿瑟是有福 好 这个happy am I for the daughters will call me happy happy就是亚瑟 Asher Asher就是happy的意思啊 好 弟兄姊妹 稍微停一停 请问 现在雅各生了几个孩子啊 老大丽雅 生了第一个 叫刘变 刘变就是有儿子啊 老二 是这个 他听见他的苦情呢 生了西面 老三呢 哎呀 生下来以后啊 他就要 我丈夫要与我联合了 叫做立位 老四呢 就是这个 他非常开心啊 就是快快乐乐的 要欢喜快乐 赞美神啊 哎呀 神叫我一口气 生了四胎啊 太好了 大大的压过我的妹妹 对不对 把妹妹看了 生气了 你给我儿子 不然我得死 那生不了啊 没办法 他就把他的子女 叫什么 毕拉 就交给了这个雅各 做妾 所以前面起码四年的时间呢 每一胎 一胎接一胎嘛 四年 再加上这个也得要怀孕一阵子啊 然后这个第五年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拉姐啊 说啊 哎呀 这个太好了 神生了我的冤 所以叫做蛋 那么生了他这个蛋了以后啊 又再一次同房 毕拉就再怀孕 而这个时候啊 就是拉姐说 我跟我姐姐大大得胜 并且得胜啊 与我姐姐相争 并且得胜 所以呢 就给他取名了 叫什么 拿佛塔利 就是相争 我跟我姐相争 我赢了 哎 就这样 哎 这个 这个丽亚 看 我生不出来 我妹妹那边倒是 得了两个 我再不好好努力啊 大概 我又会被赶过 又要失从啊 所以啊 那他可以把这个 不守规矩把那个 使女当做妾 那我的使女叫西帕 也不错 来 西帕你也过来 西帕就是在生了一个儿子 哎呀 这万幸啊 我居然有一个孩子啊 这个叫做加德 就是万幸 那么生完万幸以后啊 最后呢 又怀了孕 西帕又怀了孕 哎呀 他太高兴 我真是有福啊 我好开心啊 happy happy 就是亚瑟啊 加德和亚瑟 名字就这样来 一个是万幸啊 一个是什么啊 有福啊 好了 讲到这边 哇 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 对不对 已经拔胎了 最后的四个 怎么来的 来 这中间啊 来到一段小故事 30章 14节 他说啊 割麦子的时候 刘便就往田里面去 寻见风茄 拿了风茄啊 给他的母亲丽雅 丽雅呢 这个拉姐 一看了 风茄 风茄是干嘛 动情的 什么 什么动情啊 就是有一点像 这个春药的意思了 哎呀 那风茄 很难得有啊 刘便呢 拿给他母亲 想要吸引他父亲 但是拉姐对丽雅说 哎 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 给我些吧 give me some of your sons mandrex 就是啊 你也可以有 我也给我一些吧 不是说你都没有啊 丽雅就说 你都夺了我的丈夫 还算小事啊 is it a small matter that you have taken away my husband 我跟他是先结婚的 你把他夺走了 天天霸占的他 你现在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险吗 that you have taken away my husband would you take away my son's mandrax 啊 also 你还要吗 他就说 拉姐说 那这样吧 你给我风茄 就为着你的儿子的风茄 今天晚上 对不对 这个雅各可以跟你同情 天哪 这买卖的 这个是 这个Rachel said therefore he will lie with you 今天晚上他跟你睡 tonight for your son's mandrax 结果到了晚上 这雅各啊 从天里回来啊 他平常都是到 这个这个晚上 就到的Rachel那边去了 利亚跑出来迎接 说 啊 你要与我同情啊 哇 天哪 这个讲得还直接了 因为啊 我实实在在用我儿子的风茄 把你雇下了 买你了 那一夜 他雅各跟他同情了 Jacob came from the building the evening 他搞的事情搞得一夜了 一天啊 累得要死了 白日有太阳啊 这个夜晚里面又有这个风寒 对不对 They went out to meet him And said You must come into me For I have surely Hire you Hire 用那个雇用的字 很有意思 With my son's mandrax He lay with her That night 这个雅各啊 想要跟谁睡 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这个就是这样 好 神就很奇妙啊 隐隐的 隐落的一地啊 他就再一次怀孕 他有四个儿子 但是啊 没有怀孕 后来就不怀孕了 这一次呢 因这个 这个渴望 渴慕的灵 耶和华神应语他 就表示他一直在祷告 他就再怀孕 又给雅各神的第五个儿子 Hallelujah 利亚说啊 神给我了我价值啊 He gave me My hire Hire是什么 雇用的钱 神啊 因着我雇用了我的丈夫 所以来 给了我价值啊 同等的回报啊 啊 因为啊 我又把使女给我丈夫 于是就叫她的名字啊 起名叫以撒加 以撒加就是什么 value 价值 这个 because I gave my hire man had man to my husband 他说啊 神给我的雇用的啊 是我的风险一件事 我的这个使女也给我老公啊 做妻 妾 这都是我的付出啊 这是我很大的成本啊 谁不希望跟自己老公在一起啊 谁希望老公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这表示啊 她这个是付了极大的代价 所以得着了以撒加 以撒加就是什么 价值 那么丽雅呢 后来又怀孕了 又怀孕了 给雅各啊 生了第六个儿子 丽雅前面又生四个嘛 中间停了 然后有四个 这是 那个 匹拉跟西帕所生的嘛 后来丽雅又生了 第六个儿子 哎呀 前面已经加上了 以撒加 后面呢 又在 丽雅说 神又赐给我 后赏啊 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啊 因为我跟他起生了六个儿子啊 于是就叫他的名字叫西伯伦 西伯伦是什么意思啊 与我同住的意思 与我同住 以撒加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 我付的这么多的费用啊 这个 给了 这个 风钱又给了我的钱 所以啊 神实在啊 给我了我价值 就是以撒加 那不久 神又让他再次怀孕啊 怀了第六个 叫做西伯伦 因为他给我厚赏啊 我的丈夫就会与我同住啊 我生了那么多孩子 没有功劳又有苦劳嘛 后来呢 又再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名字就叫迪娜 迪娜也是长得漂亮的 所以那个 丽雅绝对不丑 只是没有眼神啊 可能近视眼的关系啊 好 神就顾念拉姐了 讲了 讲了那么多 已经前面啊 已经生了八个 再加上这边的两个 不就是十个了吗 十个生完了以后啊 最后最后 神才顾念 God remembered Rachel God remembered Rachel 应允了她 就是她能生育啦 这个之前啊 十个孩子啊 她的时间点 几乎是一个接一个接一个 不是同时怀孕哦 不是同时怀孕啊 是一个接一个的 所以啊 从七年之后啊 在家的十年 这不是十七年了吗 但是实际上 这个很奇怪了啊 那七年之后 再七年 应该是有十四年啊 也就是说 讲这些孩子的事啊 她是整体性的说的 整体性的说的 她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次序 因为她后来啊 跟拉班啊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交涉 这个羊群中啊 有班有点有黑的是我的 其他的是你的 记不记得 这个是啊 所以表示什么 这个时间点啊 是七加七 以后 还在家六年 因为她总共待了二十年之久 但是在二十年之久 要扣掉七年 前面的七年 是没有结婚的嘛 后面只有十三年 在十三年里面 生了这十个 十一个孩子 十一个孩子 拉姐呢 最后 怀孕了 终于了 因为啊 神终于肯顾念她了 也应允她能生育了 她怀孕生子了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神啊 终于除去了 我的修期了 哎呀 God has taken away my reproach reproach my 修持啊 于是给她起名叫约瑟 约瑟是 真天 意思是啊 哎呀 这个不够啊 耶和华神啊 再给我一个儿子啊 这个 很多人啊 取名字啊 这个四千金 五千金啊 最后 最后几个啊 就是 天地 啊 这个名字啊 这个叫 你生了她 就叫她能够成为啊 带一个弟弟来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 约瑟啊 就跟这个意思 也差不了太多啊 啊 愿耶和华 是在真天 我一个儿子啊 拉姐 生了约瑟 以后 雅各啊 就对拉班说了 打发我 走吧 很奇妙啊 这个时间点 有一点都不太上 如果前面的 一个孩子 跟着一个孩子的话 照理说 已经有十年了 十一个了 对不对 那七年之后 才开始生 再加十年 这不是已经 都已经十七年了 所以 他这个里面 可能有一些 overlap 什么叫overlap 这怀孕时间很长 可能啊 这个怀孕以后 没多久 那个也跟着怀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有一个点 是比较难解释 因为为什么 前面的四胎 都是丽雅所生的 那没办法 就是大概要 起码三年多 他这个 以前没避孕啊 可能是刚刚 生完孩子 坐完月子 又怀孕 这个肯定 有这个可能性 一个一个生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怀孕期间 不能那个 同房嘛 所以他就 可能憋久了 就一下子又在怀孕 这种情形 是常有的事 常有的事 那也就是说 十个月 十个月 十个月的来算的话 那就也是 很快的 这个七年的时间 可以生完这些 也是有可能呢 挤压了嘛 好 那你把你 这个 这个 生完月子了 已经洗衣胎了 拉姐啊 生完月子之后 雅各才对 拉班说话 请打帕我走吧 叫我回到我的 本乡本土去吧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请你把我 扶序你所得的 妻子和儿女 都给我 让我带走啊 我怎么样服侍你 你都知道啊 那拉班就来说 那 我落在你眼前蒙恩啊 请你人与我同住一站直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算定了 为什么耶和华 在你跟我在一起 这些年间啊 赐福给我 都是因为你的原因啊 For I have defined that the way has blessed me for your sake 他也讲得很 那时候的人呢 蛮可爱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 那就是 也没有什么 这个臣服啊 直接就说出来了 那这样吧 he said appoint me your wages and I will give it 那这样好不好 你请你订一订 你的公价吧 我就给你啊 咱们就订好 那么以后 说的 我们说什么 就算什么 雅各对他说 我怎么服侍你 你的身处 在我的手里头 是怎么样的 你都知道啊 他们都繁茂的复活 而且吃喝的都非常好 因为他尽责又聪明嘛 我未来以前 你所有的 其实不多 很少的 然后如今呢 却发大众多 为什么 因为我来了以后 你们才有的 那耶和华是 随着我的脚步 赐福给你的 我到哪里 神就赐福给我 那因此这样子啊 弟兄姊妹 你们要了解啊 外邦人最希望的是 跟基督徒在一起 为什么 基督徒啊 无论在哪里 都得着祝福 好 如今 我什么时候 才能为自己 新加利业呢 你要我订工价 那我怎么做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我自己也要新加利业啊 When will I provide for my own house also 哎呀 老师现在 这真的有一个感觉 这个 我这个服侍主啊 二十来年啊 从来也没有想到 这个新加利业什么的 但是啊 神就是 如今啊 我应该什么时候 会自己新加利 也是实在是一个问题了 拉帆说什么 他说 我当给你什么呢 雅各就想一想说 什么你都不要给我 你不要给我 但是呢 有一件事 你若应允 应成 我就人 我就人救啊 我便人救 放入你的羊群 他说 What should I give you Jacob said You should not give me anything 你都不需要给我 我自己赚 我自己赚 然后我就在你这个平台上面赚钱 就是了 If you would do these things for me I would gain feed your flock And keep it 好 他就说话了 我今天呢 要走遍你的羊群 把这个 明杨中啊 凡是有点的 有斑的 有这个黑色的 有山羊中啊 有斑有点的 全都挑出来 将来啦 凡是有这个点的 全都算我的 公价 这我们骗不了人嘛 用墨水弄一弄 也可以很快就洗干净了 所以 这一点的 都算是我的公价 那以后你还查看 我的公价的时候啊 斑在我手里面的山羊 只要不是有点 有斑有 这个绵羊 不是黑色的 那就算是我偷的 怎么样啊 那这样就可以证明出 我的公意来了 哎呀 这个拉斑啊 说好啊 好啊 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啊 后面呢 还有很多啊 这个彼此相斗的事 那个 这个谋略的事情 我们就不再今天讲了 今天我们讲到 主要他的12个支派 里面的11个 是怎么来的 名字叫什么 你要记住 这些故事的连结 你就很容易被 很容易记下来 老大是因为啊 利亚是失宠的 耶和华神看见他的 这个失宠 于是啊 就给他儿子 所以老大叫做什么 叫做流变 流变什么意思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老二叫做什么 哎呀 因为他的苦情啊 耶和华神听见了啊 就西面 就是听见的意思 老三又怀了愿 那是什么 因为啊 神啊 必让他的丈夫与他联合 就叫利未 老四是什么 老四呢 就是这个立位之后啊 哎呀 又怀了愿 他实在欢喜快乐 他要赞美神 所以就叫尤大 这头四个没问题 第二个呢 后面的两个啊 就是利亚 拉姐的不高兴 要反扑了 他要用姬用魔 用自己的这个 使女 毕拉 给她为妾 又生了一个 他这个生了一个啊 他高兴啊 他与他的姐姐相争 并且得胜啊 这个叫相争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叫淡啊 而不是 听见那个 应该是 拿佛塔利才叫得胜 这个相争嘛 那个淡应该是啊 神为我生冤的意思啊 因为太久了 神都不给我孩子啊 这个 所以啊 神为我生冤了 就是生了一个淡 后来又生了一个 神 我跟我姐啊 相争 又得胜 所以就叫相争 就是啊 拿佛塔利 拿佛塔利之后呢 这个利亚 就觉得自己 已经没生育了 不能让那个拉姐 越来越 又后来沮丧 所以就把自己的 西帕 使女 也给了雅各为妻 那雅各为妻以后 西帕 的确也怀孕了 这个西帕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利亚说 哎呀万幸啊 我实在太有福了 这个是 好幸福的 好好有福 万幸万幸 所以叫做迦德 迦德升完以后 又怀了一个 哎呀 他说 哎呦 这个我不仅有福啊 我是happy啊 我实在太高兴了 我是有福的 前面是万幸的 这边是有福的 其实有福啊 就是分成有福 不是分成快乐 因为是happy的意思 那我是快乐的 我是有福的 就生了这个叫做亚瑟 亚瑟的名字就这个意思 这个拿福他利是 相争的意思 但是深渊的意思 然后再加上这个西帕 所生的第一个 叫做万幸啊 迦德啊 然后后来又再生一个 就是太有福了 就是 就是啊 这个亚瑟 好 这样就不是 八个已经记守了吗 八个以后 因为风铁的事件啊 那神又看顾这个利亚 利亚又再生了 第五个儿子 对不对 再生了第五个儿子 哎呀 神给我价值啊 为什么 我是买来的 我花了我的儿子的风钱 我又花了这个 我又把我的使女啊 作为妾 给我的丈夫 所以神就给我了我价值 价值就叫以撒家 在生了以撒家之后 没多久 又在怀孕生了 最后一个儿子 第六个儿子呢 神啊 实在是赐福给我 丰盛的产业啊 哎呀 我的丈夫必要与我同住了 这个因为我也生了六个啊 你看啊 这个都六个孩子啊 都我丈夫喜欢的不得了 所以他必要跟我在一起了 就是同住的意思 叫做这个西伯伦 所以以撒家是什么意思啊 以撒家是价值的意思 而西伯伦是什么意思啊 西伯伦是啊 他要与我同住的意思 怎么 现在这样子的话 就六个再加上中间的四个 已经十个孩子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最后他还在额外胜利于一个女儿 叫底拿啊 不然的话这个比例上面都是儿子啊 那么拉杰最后的时候啊 神挪去他的修持 怀孕生的这个 他是个要再增添的意思的约瑟 所以约瑟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生下来的 他跟他的哥哥们至少这个距离啊 也是超过十年左右了 不论如何 拉杰生完以后 这个雅各就说我要回家了 本地本住去啊 这时候拉班才跟他讲 希望他再多留几日 在那边继续帮他工作 因为就是因为雅各的原因 所以神就大大赐回给拉班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啊 那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啊 然后看看 我看谁在啊 我这边都看不到 那哈拿你来点好了 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 那新语子没方便吗 你们要把那个十二个支派背起来啊 就叫刚才老师讲的那种方式 以后无论怎么背 你都会记得 杨弟兄吧 谢谢老师辛苦了 今天老师跟我讲了雅各 雅各因着和哥哥一嫂 争名夺利嘛 就不真是 因着争这些长子的名分 争父亲的祝福 采用于欺骗的手段 招致了哥哥的脑痕 他哥哥要杀他 因着 罗比他的哥哥就去了 他舅舅家 这也是神的 也是神的安排 让他在波特利 也梦见 做梦 梦见神在那里 在那个地方 也就后来 波特利最后 真是神在那里 就是有神的坛 在那里 敬拜神的地方 从雅各这个 这个 真名夺利的事上呢 就应该引起 我们的惊醒 不要为世上的名和利 去 不择手段的 去躲去墙 我们基督徒应该 有一个 爱弟兄的心 凡事人脉 忍让 让 让神 神来安排我们的一切 把一切都交给神 是我们的 自然 谁也夺不了去 不是我们的 强也强不到 强到了也 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从 雅各身上 这事上 我们 应该 吸取教训 好 我就分享这些 下面再 交给哈拿吧 时间不早了 交给 交给 称的师妹 好的 谢谢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简短的说一些 谢谢老师 也谢谢杨弟兄的分享 那么老师 今天晚上 从 从 27章的结尾 利百家 就是嫌弃 姨嫂 就是大儿子 娶贺人 围棋开始 引出了下边 就是 雅各 就是要去 他母舅 拉班家 去 寻棋开始 就是 也算是 躲命吧 因为 躲了 大儿子的名品 并且得了 这祝福 所以他要去 逃命 也从28章的 五节开始 就像老师 所说的 就是 就 圣经当中 就 就 命 这个 雅各 就是 27章 得了 祝福 28章 从五节开始 就说 是雅各 就列在了 一扫的前面 这个位置上 就 雅各 在前面 所以 从这个 曲奇开始 那么雅各 算是逃命 也算是 曲奇吧 那么在 伯特利 孟建天梯 也就是 孟建的神 他这个 天的门神的家 所以 雅各 他到了 一直到了 拉班家 为 一直到 为拉班和利亚 服侍拉班 14年 所以 正因为说 雅各 爱拉杰 就是 圣死 爱利亚 所以 他服侍了 尽管是 七年 就是说 他觉得 时间很短 就 为这个 所以说 他觉得 就是为几日 七年 看作为 七日 从整个的 故事 又引出了 就是 雅各 开始 就是 在 母旧 拉班家 因为利亚和 拉杰 这两个妻子 生出了 就是 十二支 十二支派 今天讲到 第十一个 就是 约瑟 其实 其实整个的 看到说 从利亚所生的 有四个 老师已经重复了 好几遍了 刚才 也就是说 看到说 我们知道说 利亚所生的 前四个 包括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四 都给我们分享的 很清楚 第五个 第六个 是 皮拉 所生的 第七个 第八个 是 西帕 也就是 利亚的 十女 所生的 第九个 和十个 也就是说 利亚 所生的 十一个 是 纳杰 所生的 约瑟 已经有了 十一个 支配 所以让我们 也能很清楚的 其实 当我们自己 要是列个表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 这几个人物 名字也很好记 所以非常感恩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 其中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当 拉杰 第一个说 让他的 使女 皮拉 给 雅各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 也看到说 拉杰 也是在 首先 他也是在 用自己的办法 就像萨拉一样 当年 亚伯拉罕 不生育的时候 他也让 他的使女 下家 生了 以士玛利 所带来的 就是 永远的 就是 不安定 永远的争夺 争斗 这里也看到 拉杰 也犯了 这样的错误 他想把 他的使女 皮拉 给他 雅各为妻 所以 也生了 两个孩子 都是用自己的办法 其实以前 老师也讲过很多 那么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 尤其是在 麦比拉洞里 就是埋葬的 有六个人 那么看到 其中不是 因为 雅各爱拉杰 但是 拉杰并没有 埋在那个洞里 只是 利亚 为什么呢 老师刚才 也跟我们说了 因为利亚 爱上帝 耶和华 拉杰呢 虽然 雅各爱 拉杰 但是 拉杰 就是在 回 从 就是 拉班的 逃跑 回去的时候 他还偷了 他 他 附加的 那个像 所以 看到说 告诉我们 为什么偷像 偷他那个 同像 这说明 拉杰 可能 不如利亚 爱主 爱神 所以 他心里 也许是 看中 那个像 看中 就是 看中的 不是神 所以 他也 就是 他没有被埋在 那个 麦比拉田洞里 麦比拉洞里 他 就藏在 依法他 就是在路上 所以 让我们 也看到说 有一个 很好的 警戒吧 从这个人物当中 带给我们 很多学习 和警戒 那么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把时间 交给金牧师 谢谢 昌美的 解释了 谢谢 就是大家 弟兄姊妹 就把这四个人 去捋一捋 就可以了 你就把他 那个捋出来 然后用这个表 然后旁边 自己那个 底下空白的地方 就把一个解释 放进去 就可以了 一般这个故事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我觉得应该到过来 都能背了 一直在讲嘛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 次序有时候 记一下 然后那个 意思再记一记 就可以了 那个 丽雅一共 生了六个 是不是 两个 死女各自 都生了两个 一共四个 然后那个 拉姐就是两个 刚好就是 十二个 加上一个 迪南 是那个 丽雅 其实丽雅 就是 生了等于 生了七个 我觉得七也 比较是地上的 完全 六个男的 一个女的 是不是 她一个人 就等于 有七个生来 我觉得你们 就按照这个表 就能记住了 故事了 我们今天也 确实很晚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 从人物中间 主啊 若是说 我们要叫人物 这个 雅各生了 就十二个 刚好就说一打 那我们也都可以讲了 但是主啊 我们要从 圣经的重要的人物 从前面 按迅速 主啊 找十二个人物 亲爱的主 你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上月份 能够 如何 主啊 来见证你 荣耀于你 主啊 谢谢你老师 那么辛苦 主啊 虽然好像一直 又是在到处 但是我们看到 平台上也有很多 还没有像我们 以前听到的 主啊 我们向你 感谢和赞美 然后我们现在 就可以回顾一下 主啊 就能够更加明白 主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祝福 每个人物的故事 都让主 能够 这些弟兄姊妹 赐给弟兄姊妹 主啊 那些记忆力 让他能够回忌的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 愿你来祝福 愿你来纪念 愿你来恩待 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们这个平台有平安 有神的统债 希望平台上的人数也增多 我们这样向你感恩 祷告 教徒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简短的祷告了 我们来被主导完 我们在天上的祝福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善 愿你的国家里 愿你的知名为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英语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 我们的债 不叫我们的债 但救我们的债 因为国民全品 你要全是你的 直到你 愿来 我们 感谢主啊 我们早点睡 明天早上六点钟 还得要祷告啊 因为我们有早导的 有早导的 好 明天早上见哦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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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我们 因为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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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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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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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